下来有关于物理或生物之相对尺度大小的比较呢 何者是正确的 好,来我们看A选项 A选项呢,夸克小于原子核 小于红雪球小于原子 好,那我们知道说呢 夸克呢,它是构成这个子子跟中子的一个基本粒子 那子子跟中子又存在于原子核里面 那原子核的话呢,基本上 它的尺度呢,是以那个费米来计 所以就是10的-15次方米 好,所以呢,夸克小于原子核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再来呢,小于红雪球 那我们要知道说 在生物里面红雪球的尺度大小 大概是6到9微米左右 好,那微米的话 是10的-6次方米 好,再来呢,小于原子 那原子的话呢 它的尺度呢,我们要以I来计 那I的话是10的-10次方米 好,所以这边的话呢 很明显的 红雪球其实是比原子的尺度来得大的 所以呢,这边的话我们要把它 这两个顺序调换 再来我们看B选项 那B选项它说 夸克小于原子核 好,这个没有问题 再来小于细胞核 那细胞核呢 我们在生物里面我们知道说 它的尺度呢 基本上呢,大概是5微米左右 所以它也是以微米来计 所以也是10的-6次方米 好,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它是以微米来计 基本上还是比原子来得大的 所以呢,B选项里面呢 细胞核跟原子的顺序 一样我们要把它对调一下 好,再来呢 看C选项 C选项呢 木星小于地球 小于太阳 小于星系团 小于银河系 好,那我们知道说呢 以太阳系里面来讲 木星呢 算是这个八大行星里面 体积最大的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它应该是比地球来得大的 所以呢 它跟地球的顺序我们要对调 好,再来小于太阳 这个没有问题 再来小于星系团 小于银河系 那我们说呢 星系团是有很多的 这个星系所构成的 所以呢 这边的话 它应该是在这里面 尺度是最大的 所以呢 星系团要跟银河系对调 才是正确的 好,再来我们看猪选项 地球小于太阳 小于太阳系 好,基本上这个尺度没有问题 再来小于星系团 小于银河系 好,一样 星系团是比银河系来得大的 所以这两个要对调 再来呢 请看E选项 地球呢 小于太阳 小于太阳系 小于银河系 小于星系团 好,这边的 它的尺度的顺序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基本上 以尺度来讲呢 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E选项 所以这一题呢 我们答案选E 小于太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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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